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 把刚刚那个格式化,格式化当然也OK 因为在有些时候,你显示需要的 那个资料的颜色其实也蛮清楚的 只是说,如果以这个地方来看 那不如就是直接列出前7名的号码 这样会更容易阅读啦,所以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列出前7名,所以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他这个 这个前7名的号码就这几个 1号、2号、8号 30、36、4143 那这个一定是历年来那个 几率最高的那个大多数号码 然后清除的话也蛮简单,就把它清掉就OK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首先的话当然 其实可以拿刚刚格式化的程式拿来做修改 会最快啦 因为 逻辑上其实都一样 差别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 把 原来的 就是同一列的 A蓝储存格 把它的底色 改成黄色 这个动作呢 换一下 换成复制到 D蓝的 D2、D3、D4、D5的位置 OK 那怎么修改啦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外乎这样 就是你可以 第1个一样 先 先产生一个前7名的一个SARB 然后呢 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干脆直接拿格式化这个程式 复制过来 然后拿来改应该是比较快 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改这个地方 把它原来底色 有没有 它的底色 改黄色 改成什么呢 改成把资料call过来 那call过来的话 特别是资料在哪里 资料就在 这个Sales ID的A蓝 利用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得 你要抓的资料 比如说E好了 E里面的资料 那就是Sales ID I等于2的时候 2A 其实A2的储存格 call到这里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讲过 中间加个等号 那call到哪里 假设call到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就是Sales ID 不是ID 第2列的D蓝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来改 第2列 的 哪一蓝 D蓝 OK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 所有资料 通通call到第2 但问题来了 可是问题总共有7个号码嘛 所以呢 理论上call7个 那他会有个问题 你如果call直接如果这样执行的话 他最后结果只会留下最后那个 那其他的被盖掉了 因为都放在第2这个储存格 所以呢 我们还会需要多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呢 这个2 他理论上应该的范围是2到8 当他第1次是2 再来就变3 以此类推 所以如果像这种 会循序加1的 我的习惯会这样 先在for回键上面增加一个k的变数 那这个名称自己取啦 你可以叫k 你可以叫x 可以叫y都没关系 等于什么呢 他初始值等于2 OK 所以k这个时候等于2嘛 那你把这边 改成k ok 那所以第1次call就是 就是第2嘛 那当他复制一个之后要做一点事情 就是把k里面的值加1 所以你应该怎么写呢 k 等于k加1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把后面这个 这个计算完之后的结果 存到前面的变数啦 所以如果假设 我复制了一个之后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把2加1变3 然后再存到前面去 OK 所以这个 计算的那个方向一定是 后面计算完的结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那变3 然后下一个变4 那就完全符合我们要的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加一个k 那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執行 那就OK 前7名 那清除的话也很简单啦 清除看你是要写成 forI等于2到8 然后把这个里面清掉也OK 或者是另外一种 我比较推荐你第2种 就是用range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 你如果用储存格一个一个 清除的话 那可能要清 总共7个就7次 但是如果用range的话就一次 那当然因为小范围看不出来 可是大范围的话 就差蛮多的 这边可以打一个range 刮弧 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 第2 冒号 然后到应该是第8个吧 第8 OK 好 没有东西等于空了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写 这样子 跟写 点clearcontents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clearcontents 这样也一样 但是显然好像写等于空的 好像比较 比较简单 比较直觉 所以我习惯是写这样 等于空的 好 这样就清除 所以呢 执行 然后清除 最后放按钮 这样蛮方便的 OK 不过这样写完之后 好像应该也OK 可是就有同学会提出问题 老师 现在好像是 我虽然知道前7名是这个7个号码 但是我却看不出来说到底哪一个号码是基率第一名的 因为你这样子呢 是先抓到反正他是前7名的其中一个他就 就是先抓到的就先call过来 那变成说呢 他有点像号码一定有小到大 而不是说先 抓到排名之后 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改动一下 我希望呢 这个排名 是根据 他 如果是第一名 如果是第一名 那就是放在 第二的位置 第一名放这里 第二名的话放第3 放这里 第二名 第3名的话放这里 一字类推 所以这个会放第7名 那要什么方式 可以让他按照名次 而不是按照什么 按照他的那个 找到的顺序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其实他的方法很多啦 我最早是想到说那我是不是 再多一个for trade 的回圈 反正第一次先产生1号 然后找到1号的帮我 就call过来 可是后来我发现 这样写有点太复杂了 然后呢 我就观察到有一个地方 可以拿来 当成他名次的位置 也就是你们会发现 他的列号 比如说呢 他将来的那个 要放在第二列 其实是放第一名 也就是他的位置 跟他的排名相差1 名次加1之后 就是他的位置 他哪一列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 我只要把他的名次 找到名次 比如说这个应该是第2名 那我应该放在第3 那我应该就是 把第2名的放在第3里面 把8号放在他的第3的位置 OK 那如果第6名的话 就放在第7的位置 就加1 那这个的话就放在第5的位置 那这样该怎么写 如果你们先试试看 先把格式化的这个程式 先 复制 改成 前7名 按照顺序 然后如果这个做完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按照那个 名次的方式来排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来